在前面看了几个可重组的运算 那我们来看一下不可重组的运算有哪些呢 其实高中大部分学的函数都没有这样子重组的特性 像这个sine、log、平方、根号 因为它没有重组的特性 所以这些东西学起来就是特别的麻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它不相等时你就要去想一下 你这样子分开来做到底会变大或变小 那这个我们在后续会再讨论 我们再来看这两个例子 一个是怎样 一个是乘三倍 一个是乘三倍加二 它的函数图形画起来都是一个直线 但它就是一个线性函数吗 就是说这种运算它是否有怎样 有分开在做 等于做完在分开的特性呢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3x 3x这个东西呢 a加b乘三跟什么 a乘三跟b乘三再相加 其实会一样 那这个就是我们以前所谓的分配率 但是如果今天是3x加二 你这样子就没有这么好的特性哦 它是线性但不是线性 加完之后再丢到函数 它只会多一个二 但是个别的话呢 就会多两个二 所以我们感觉大部分的连续函数 都不是线性的哦 只有这种正比的函数才有这种特性 就是只有乘上k倍 只有这种通过圆点的直线才有机会 正比的函数它有很多好特性 可以方便说放 例如今天1的时候是3 2的时候是6 那今天0.1就0.3 你x一旦变几倍 y就跟着变几倍 这个在计算上实际上是一个很方便的事情 但大多数的函数都不是线性函数 那我们学线性代数是不是就没有施展的余地呢 其实并不是的 我们可以透过适当的观点转换 把原本不是线性的东西 可以把它变成线性的 或者是利用线性去逼近 我们再次rol心 我们再次转换 转发